歡迎收看謠言S官,我是大頭,我是萌萌 今天我們第11集呢,我們來跟大家探討胡子 男生呢一定有刮胡子的經驗,那女生就是刮藝毛 那在網路上呢都會有一些謠傳說,胡子跟藝毛都會越刮越黑,然後越刮越粗 還有就是像刮胡子呢,就是要避開三個時段 那到底為什麼要避開這三個時段? 然後是真的要避開這三個時段才不會影響到身體的健康嗎? 今天我們就請到李柏昌醫生來為我們解答吧 胡子的粗細其實是跟荷爾蒙有很大的關係 不論是男性女性毛髮都是比較細緻的 過了青春期之後因為荷爾蒙的作用的關係,男生會長胡子 那男女生在生殖器的部分可能都會長出一些毛髮出來 這些毛髮並不會因為你刮胡子,刮的頻率比較高 或者是你去女性來講可能有時候腳毛比較長 可能他們會用一些方法來除毛等等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讓毛髮變粗 其實毛髮的粗細除了我剛才講的這個跟荷爾蒙有很大關係以外 另外也還跟它的所謂的生長的週期是會有相關的 我們的毛髮的生長其實分為生長期、退化期跟休止期 那不同時期的毛髮有時候會讓你觀察到感覺粗細是不一樣的 可是其實在生長期的毛髮跟荷爾蒙是有關聯性的 女性刮毛的部分的話有時候反倒是要注意就是說 用一些不正常的除毛的方式反倒會刺激毛髮 產生一些毛狼眼、毛紅角化症等等這些 那這個反倒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正確刮毛或是刮胡子的方法反倒是比較重要的 那至於網路謠傳說一定要三個時間點避免去刮胡子 這會影響到健康或是影響到壽命 真的更是無稽 就如同我先前所提到的 我們要去除我們的毛髮、刮胡子等等 最重要的其實要注意就是說 可能要避免傷及我們表皮的皮膚 還有傷及我們的毛囊 因為如果說你造成這些表皮的受傷或是毛囊的破壞 那可能會造成細菌的侵入、造成毛狼眼甚至造成蜂蛙組織眼 這部分倒是都要特別注意的 使用正確的刮毛或是刮胡子的方法 才是一個最正確的概念 相信很多男生就是對於留胡子會有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就是什麼臉型應該要搭配什麼樣的胡子 留對胡子就跟剪對髮型一樣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對著胡子的話可以修飾我們的臉型 第一種就是圓形的臉 那圓形的臉的話我們就要留W字的胡子 像旁邊這個照片這樣子 那最好的例子就是李奧納多 對他就是留這種W胡 可以比較修飾他的圓臉 然後像第二種就是方臉的 那方臉比較方形臉的話我們就留U字的胡子 U字的胡子就是這邊然後跟這邊這樣子 就是稍微串連起來這樣 然後可以中間再留一點點這樣子 那這個U字胡的範本呢 就是我們的布萊德比特非常帥氣 對 然後第三種就是長臉 長臉的話就是像金城武他的臉比較偏長一點點 然後他就比較適合留H字胡 H字胡就是這邊然後跟這邊這樣子 就形成一個H的感覺這樣 或是這邊這樣子 這樣的話其實也是H字胡 那這樣的話就會被比較修飾長的臉型 第四種的話是尖臉 就是你的臉型是下巴這邊是比較尖的 那比較尖的話你就可以留O字胡 O字胡的話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個圈圈的感覺 就是把這邊都圈起來 然後這邊再多留一點點這樣兩側 這樣的話就是O字胡 那O字胡的話呢 最好的範本的話就是萊恩雷諾斯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造型 因為他通常都是留這個O字胡這樣 也比較修飾他的尖臉型